当年世界缺的是交流而不是隔阂 缺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缺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 缺的是和平而不是冲突 在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的开幕式上 李强总理的一席话质地有深 交流合作开放和平这几个词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 显得尤为珍贵 过去几年来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地缘政治冲突给各国合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世界经济在抗通胀 防衰退 促增长之间艰难平衡 此时此刻 中国给出于胶着中的世界经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李强总理表示 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强大动能 也为各国投资者提供互利共赢的合作机遇 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怎么样 从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来看 结果喜忧参半 喜的是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 今年中国经济将大幅反弹 忧的是45%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 世界经济可能要出现衰退 当然了也有45%的经济学家们并不同意 此外认为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疲弱的 约有50%的受访者 认为欧洲经济增长疲弱的则高达75% 经济学家们优的原因自然有很多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南北鸿沟持续拉大 粮食能源危机困扰多国 此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猖獗 各别国家冷战思维根深蒂固 国际社会对立也明显加剧 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持续 严重地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 如此种种让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有些暗淡 部分外媒还抱持着一种 我不好也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 前两天看经济学人一篇叫做 《中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文章写道 第二季度的中国经济可能根本就没有增长 但是打脸来得很快 事实并非如此 在夏季达沃斯的开幕致辞中 李强总理给出了答案 我们一季度已经公布了 经济增幅是4.5% 预计二季度会快于一季度 全年我们有望实现原来年初确定的 经济增幅5%左右的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中国十年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6.2% 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11.3% 提升到了18%左右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30% 近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 纷纷调高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毫不夸张地说 在全球经济复苏法力的当下 中国经济的引擎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当然了经济数据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还是 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 1971年时任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 倡议并创立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 欧洲管理论坛 它的初衷是将各界精英齐聚一堂 用他们的专长和影响力 给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 在52年的发展历程当中 论坛在推动地区和平发展 经济全球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 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负起艰难抉择的重任 开拓创新 把握未来 构建危机后的世界等等 都是历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 所以你要说达沃斯精神是什么 我想最核心的就是 保持开放和合作的态度 而这点恰恰与中国主张步调一致 2017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 维护自由贸易 促进创新驱动等主张 他说我们要坚定不移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 实现互利共赢 大道至简 实干为要 这些年来 中国坚持用实际行动 推动世界经济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面对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抬头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 面对各国互联互通的需求 中国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 经营了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 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 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面对贸易碎片化 阵营化的挑战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达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连续五年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面对发展鸿沟拉大 中国推出 对非合作八大行动 九项工程 打造面对太平洋国家的 六大合作平台 为全球发展事业 尽心出力 有一个优优的优优独播剧场 有一个优独播剧场 年轻人和中国共产业 今天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 将继续拼练 努力和共产业 解释和合作 将成为未来 国家要聚集成的 活动维持续 和人民的共产生 1978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之后 施瓦布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 他知道这个东方大国即将发生巨变 1979年1月 邓小平派著名的经济学家钱俊瑞带团参会 三个月之后 施瓦布带着20多位欧洲企业家回访北京 此后的40多年间 中国从未缺席达沃斯论坛 而施瓦布也几乎年年到访 并且于2007年将夏季达沃斯落地中国 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达沃斯与中国的美丽邂逅 而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 也从来没有让施瓦布等国际有人失望 几十年来以开放与合作为内核的达沃斯精神 与中国同频共振 达沃斯论坛见证了中国的开放与发展 中国的理念和成就也让达沃斯精神更加耀眼 我们相信通过这一届达沃斯论坛的思想深宴 国际社会将进一步携起手来 发出凝聚力量加强合作的最强音 公主主机 公主宪